红烧排骨怎么做,味道鲜美又好吃 最主要的一点,切记不要放香料 学会视频的这种做法,全家夸你是大厨 下面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今天花了30块钱在超市买的两斤排骨 首先把排骨分解 排骨属于贴骨肉,肉质鲜嫩又好吃 把分解好的排骨剁成小块 排骨剁块,剁得不要太大 把剁好的排骨放入盘中备用 做红烧排骨选用的辅料是香菇 这是完全泡发的干香菇 接下来切至嗆过小料头葱姜 生姜一块,顶刀切成姜片 大葱埋一段,斜刀切成葱段 把切好的葱姜放在一起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冷水下入排骨进行飞水 下入少许的料酒去腥增香 锅中的水开锅以后 用勺子撇进水面漂浮的浮沫 把排骨煮至三分钟,用漏勺捞出 起锅烧热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下入切好的姜片葱段炒香 把葱姜炒至变色以后 下入排骨 把排骨炒干表皮的水汽炒香 做红烧排骨千万不要放香料 香料会压制肉的香味 烹入小半碗的红烧酱油 炒出酱油的酱香味 烹入少许的料酒去腥增香 锅中下入适量的开水 下入泡好的香菇 盖上锅盖 锅中的汤汁开锅以后 炖至60分钟 炖至时间到以后打开锅盖 下入精盐增加底弯 下入鸡精增加鲜弯 下入胡椒粉取形增香 勾入少许的马铃薯水淀粉千枝 让锅中的汤汁均匀的裹在每一块排骨上 能让排骨的味道更加的浓厚 还能让菜肴的出品更加的亮丽美观 一道非常美味的红烧排骨就可以出锅了 撒上少许的小葱花增加美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 你的点赞关注和转发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炖至少许的小葱花增加